感谢主真的是很热闹 大家假如有机会来我们的现场的话 就会发现我们的后面的音控台 现在是扩长了 你看讲扩长扩宽了 本来是一房一厅 现在没有两房一厅了 所以真的是感谢主 然后我们昨天还是前天 我都忘了 10月25号我们为氧气小组 三三姐妹施敬 今天下午要为另外一位 Kickland的弟兄施敬 所以感谢主 我们这边真的是很 这个教会真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在年底的时候特别多的 不管即时祷告 二十天的即时祷告 还有我们的podcast 还有主日学 真的很多 我相信弟兄姐妹 真的是很多 我们可以来参与 可以来投入的 我们来在2021年 要看见神的作为 在我们当中 阿们 今天是这个 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马上我们要过这个新年 不是农历的新年 是新年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传说 就是相传 你知道中国人的过年是怎么来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听说是这样子来的 是有一个 以前有点很可怕的一个叫做年寿 一个叫年的一个寿 他到了过年这个时候 都会过来 都出来吃人 吃牲畜 吃牛羊什么的 所以这个很可怕 所以过年的时候 全家都要聚在一起 好 就在彼此保护 然后等到过年过了之后 就会彼此庆祝 为什么 因为你熬过了 没有被年寿吃掉的晚上 所以就彼此送礼 相传就有个老先生 还是老太太 听到一个神秘乞丐的 一个赠送的秘方 他说你知道怎么样 不会被年寿吃吗 就是年寿怕什么色 你知道 他怕红色 人家在门上面涂红色 身上穿红色的衣服的话 那就不会被年寿吃掉 所以后来大家就发现 说在门上贴春联 身上穿红色的衣服 就会平安地度过这个年 就变成过年的由来 但是这个传说 没有什么科学的证明 所以我们不知道 真的还假的 但是你知道 中国人的传说的特色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跟以色列出爱迪记的 这个记载很像 我想当时 我在想当时 在传年寿的这群人 应该是没有读过出爱迪记的 我在想 但是他们竟然 把这个年寿的整个描述 描写的跟出爱迪记的 这个第十斋 就是当时 法老硬着心 不让以色列出爱迪 于是神降了十斋在埃及 这个第十斋 就是灭 天下来灭所有的长子 就包括了人跟牲畜 要灭掉所有的长子 那他们怎么样 这个以色列就被教了 怎么样躲避 或者说 免除这个灭命天使的灾祸 就是他们要宰一只羊羔 然后在他的门楣上 涂羊的血 然后就是 那天使看到这个门上面 有涂这个羔羊的血 他就越过 愉悦 他就越过你家的门 他就不会来击杀你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 那那个以色列人就定那个月为正月 就是第一个月 就头一个月 所以这两个叙述如此的相似 就让一些学者怀疑说 这个中国人的过年 会不会是从以色列的传统来的 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到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讨论 到底是不是这个相似这个传统 但是呢 我要提的是说 你要发现说 这个华人中国人 跟这个以色列人 都是非常注重节期跟年日的 有人说 哎呀一年 新年就是新年过去 可是我们华人 对这个日期是很看重的 我们对新年的一开始 是有很多的一些期待的 有没有听过一些像 成语 或是一些什么 一年复始 万象更新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成语 或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们应该想到什么 anyway 所以呢 在新的一年呢 会有个新的气象 这是我们的很多华人的相信 犹太人也是一样 新的一年会有个新的气象 在犹太人他们在 这个过新年 就过雨月节的时候 那是大概是三四月 复活节的时候 anyway 他们在过新年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一个习惯 就是我要吃这个除酵饼 什么是除酵饼呢 就是说这个会发酵的东西啊 你不吃掉的话 它会发霉的 因为它是会发嘛 所以呢 他们在那天是不吃有酵的东西 因为他们要除酵 那就跟华人很像 有点像我们的除酵步心 好 除酵步心 那我们基督徒呢 很特别 就在这个新年将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 就是我们通常是旧历年 但新历年也是一样 就是说不但要把家里呢 除酵步心打扫干净 这是外面的打扫干净 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心里面 也要打扫干净 阿们 所以在这个迎接新的一年之前呢 我们来跟彼此祝福一下 好不好 你要除旧不新 你要除旧不新 你跟他讲那个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对对对 那今天的信息呢 今天的信息的题目 是岁首年终的眷顾 这个岁首年终的眷顾 这个岁首呢 岁首是这个一年的开始 岁的首 年终的是一年的最后 这讲到说 神从一年的一开始 到一年的最后 都会怎么样 都会眷顾着我们 阿们 所以我们首先来读段经文 在生命纪第十一章 十一到第十二节 你们要过去 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这地 好 这一节是 这个怎么讲 在新年的时候 彼此祝福的一个经典经文 好 让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 好 来 一起来念好 来 你们要过去 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恳求你在 2021年 就是主 让我们能够来与你对齐 主 让我们能够在 让我们在这一年 真的是更多来经历你的眷顾 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下的时间 主来带领我们 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的圣明 阿们 这以色列人 他们每年在 守这个逾越节的仪式 这逾越节是他们的 三大节期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期 可以说最大一个节期 他们在守这个节期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什么目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 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 会把那个在几千年前 发生在埃及的事件 把那个事件呢 给现实化 给个人化 什么意思 就是说 那个事件不是 几千年前 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神拯救他们 脱离为奴之家 那那个故事而已 不是 当我在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 就是说 把这个事件 神的拯救 这个当时他对以色列人 出埃及这个拯救 变成我个人的拯救 当时发生在埃及地的这个事件呢 发生在我现在的这个 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当中 所以 就是说 借着守节 这个神的拯救 变成我个人的 听众姐妹 你知道 当这个新年要来 要来到的时候 我也邀请你再次来思想 神的救恩 感谢主 我蒙拯救 我本来在世界为奴 没有盼望 没有意义 但是耶稣来 他带领我进到一个 新的属灵的迦南地里面去 我不再留在这个属灵的埃及 我有了一个盼望 所以过这个新年 实在是值得庆祝的 这个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年寿 而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 如果你把这个新年 就是这个逾越节 这个我没有 就是神的拯救 带领我出了埃及 把这个新年跟神的拯救 连在一起的话 这个新年 过年是很有意义的 是吧 不然很多人过年是怎么样 可能 就是看个烟火 对不对 可能大家在一起 倒数祭食 可能吃个大餐什么的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样子 那今年呢 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 也不能去外面看烟火了 对不对 哎呀 这个可能都关掉了 好 也自己一个人 这个倒数祭食也没意思 小孩都不理你了 对不对 那大餐也没得吃了 所以这过年 好像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所以 假如你一个人在 就是在这个过年的话 想说这过年 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你想要把这个 这个过年 跟神的救恩连在一起的话 这个过年就是有一个新的意义在 这是一个新的一年 要个新的气象 这就像说圣诞节 不是关于礼物 圣诞树吃大餐一样 新年也不是关于 倒数祭食 看烟火吃大餐 好像过什么节都要吃大餐 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 是耶稣的降生 对不对 那新年的意义是什么 是神的拯救 是耶稣的拯救 因为在新的这个年里面 我们离开了属灵的埃及 离开属灵的埃及 然后呢 我们没有被这个灭命的天使给击杀 得以拯救 所以过年就很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得了拯救 还有我们 我们在这个 我刚刚提到 在旧年年的时候 我们会除旧不新 会打扫房子 那在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也要来除旧不新 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在 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都会去来思想 自己的回顾 他们去年的言行举止 有自我反省 有什么得罪成的地方 求生饶恕 那我们基督同样的 在这个新的一年 可以做什么 我们来回顾2020年 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行为 有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地方 来追求一个 能够更好来侍奉神 跟神对齐的这样种生活方式 所以 弟兄姐妹 我真的祷告 我们在现在这一年的时候 在过新年的时候 不是只是想到 看烟火 倒数 吃大餐 我们在想说 主啊 我怎么样 可以来审查我自己 我知道我这新的一年 怎么样帮助 养好一个好的习惯 可能早睡早起 多运动 多灵修 亲近主 对小组长 对牧师好一点 求神帮助我 给我点力量 一定要完成 新年新希望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阿们 所以在新的一年时候 弟兄姐妹 我想问大家 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有什么是值得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有例子说 主啊 我们在新的一年 主啊 帮助我 不再杀人 这个是 这个是 在约翰福音 不 马太福音第五章 登生宝训说的 什么叫杀人 我原本有杀人 什么叫 就说 不要对人动怒发脾气 我想说 我2020年 是不是常常动怒发脾气 因为 在家里面 每天跟这个孩子 跟配偶 大眼对小眼 常常动怒发脾气 主啊 你帮助我 不要动怒发脾气 好 马太福音第五章说 当你这个里面动怒的时候 你会被审判 好 难免不受审判 一定会受审判 所以 说你帮助我 2021年的时候 主啊 我会来 更多来看管我的脾气 还有 主啊 让我2021年 不要再犯淫乱的罪 什么是淫乱的罪 again 在登生宝训里面说 任何在婚姻之外 的性行为 好的 性的思想 那个 这个淫念 都是淫乱 主啊 帮助我 我给马太福音 就是第五章 大家有机会看的话 里面记得了一些 登生宝训 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 主啊 帮助我2021年 不要离婚 不要 随便发誓 不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让别人要我行 一里路 主啊 我要走两里路 有人会说 哎呦 牧师啊 这个好难啊 主啊 我每 牧师 我每天都发脾气 我每天都有迎面 我每天都想离婚 怎么办 这个好难啊 感谢主啊 在耶利米 埃哥 三章 二十二到二三节 里面说什么 他说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 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不致断绝 没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他说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什么 是因为我们很强吗 是因为我们很有能力吗 他说 不是的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神的诸般慈爱 是因为他的怜悯 而且每个早晨都是旧的 不是 都是什么 新的 哎呀 这是多大的好消息啊 你说牧师啊 2021年我不发脾气 太难了 这天前好难怎么办 Mission impossible 没有关系 你就2021年的1月1号 你立志 这一天我不发脾气 那天失败了 怎么办 没有成功 还是就发脾气了 没有关系 1月2号的时候 那个恩典实在是什么 是新的 你说主啊 帮助我 1月2号的时候 我不发脾气 你说实在是很难 没关系 那就1月2号的早上 吃午饭之前 你不发脾气 好 再来就是吃午饭到 你可以 而且我鼓励你 就是一定要做记号 就是一定要 比如说你1月1号成功了 就画个钩 好 或贴个贴纸什么的 好 你发现当你不断地说 主要我立志 我立志 我这一年 好 我要立定志向 来跟随你的时候 你做记号的话 你发现 你会不断地进步的 你说2021年 我立志 我要灵修 我要祷告 我要听podcast 结果 哎呀 我 结果我今天miss了 没有关系 明天的恩典 又是新的 再来一次 好 你会发现 你想说2021年 这么难 就是一天一天的进步 我想 一定会有结果的 一定会有结果的 所以 这个信念是关于什么 刚才 第一个 讲到说 是关于耶稣的救恩 第二个 讲到什么 是关于要打扫 我们的内心 对不对 第一个是 是关于耶稣的拯救 第二个是关于 除救不兴 打扫我们的内心 第三个是关于什么 第三个是关于神的保守 是关于神的保守 所以那么 刚过了这个圣诞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小梁师母 还有敬拜团 哇 他们这个通力合作 制作了一个 我觉得 可以说 十分令人难忘的 一个圣诞的 线上的圣诞节目 水准之高 我觉得没有看的人 真的很可惜 特别看到那种小孩 在唱圣诞歌的那一段 我都觉得 老泪纵横 真的是 真的是太棒了 太棒了 听说 听说敬拜团 花了一整天 在录制 录制了十首歌 之后这个小梁 还有记名的 后制工作 都花了几十个小时 不得了 我在那天的 圣诞节目之后 我请大家分享说 2020年 你觉得 仇敌偷走了 你是什么 2020年 偷走了 你是什么 那我在 我那个小组听到 像那个刘兰 像 阿丽莎 就分享说 他们觉得 没有被偷走什么 反而觉得说 因为 家人 不能外出 就是被 关在家里 反而觉得得着了 很多跟家人 相处的机会 所以他们很感谢主 觉得没有被偷走 反而有得着 那有些人就分享 他们的计划 被偷走了 像我也是 我本来计划 今天要回台湾 弄弄我的眼睛 然后弄弄我的牙齿 现在都没辙了 求生保死 我的牙齿 没事 所以我们在 过去的这一年 2020年 有顺境 对不对 有逆境 有高声 有低谷 有得势 有失败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以来跟神 来数算 祂的恩典 因为我们 你会发现说 即使这么多 事情发生 但是神保守我们 让我们衣食无缺 对不对 让我们还是健康 赐福给我们的工作 婚姻 学业家庭 所以我们要向神 献上一个赞美的祭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但要纪念 耶稣的拯救 来清理我们的垃圾 想说怎么样进步 而且要怎么样 而且来向神感谢 神充满感谢 你可以宣告 诗篇65篇 第11节 他说 你以恩典 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 都低下之忧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 新年的 彼此祝贺的经文 你以恩典 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 都低下之忧 这表示神 对祂的百姓的 看顾是完全的 是从来没有间断的 神的恩典 也是丰丰富富的 我们其实 我们一起来宣告 这节经文好不好 来我们宣告 来 你以恩典 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 都低下之忧 我来把这个你 改成 改成我好不好 来宣告一下 我们可以 举手起来说 感谢主 说 主啊 我以恩典 为年岁的冠冕 我的路径 都低下之忧 阿们 所以新年 你说 今年的新年 没什么特别 不能看烟火 不能看荡 我跟你讲 你要纪念 第一个 耶稣的拯救 第二个 自我的审视 就是来反省 第三个 要对神感恩 阿们 好 那第二 这个 我们再回来看 这个 生命记 第十一章 十一到第十二节 他说 你们要过去 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 你神所眷顾的 好 这个 这个地方 讲到什么 讲到一个 有山有谷的 一个基业 好 讲到有山有谷的 一个基业 好 这是我第二 这个重点 有山有谷的基业 当时在摩西的 带领之下呢 以色列人离开 这个埃及 为奴之地的时候 他们经过 四十年 在旷野 漂流 对 结果终于来到 约旦河的旁边 然后前面 就是神所应许的 迦南美帝 好 那在他们即将 进到一个 这个 一个新的生活 好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土地的时候呢 之前 摩西 他们讲的这句话 他说 这个地方呢 是你们要过去 得业 过去得为业的 那地呢 是有山有谷 雨水之刃之地 好 是耶和阿尼 神所眷顾的 所以 神所应许以色列 百天的地 是什么样的地 是有山有谷的地 有山有谷 有高山 有低谷 好 就是说什么 这是一个应许之地 对不对 我们想说 这是应许之地 但这个应许之地 不是一个平顺 平坦的土地 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 有高山 有低谷的土地 好 你接下来读 约书雅记的话 就会发现 哇 他们进这个加拿地 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 打了一仗又一仗 要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你知道吗 所以 得低伟业也要怎么样 一定要有使命感 好 一定要付代价的 但是神应许什么 他说 他必看顾 好 各位姐妹 我不知道 当你在想 2021年的时候 你的导购是什么 很多人可以导购是什么 主要我要求平顺 我要求平坦 也许 2021年最大的导购就是 拜托 明年凡事顺利 疫情过去 一些恢复正常 再也没有苦痛 再也没有悲哀 那是启示录讲的 不是地上讲的 我讲 神说什么 神说 我不会应许平顺 我不会应许平坦 我反应许什么 会有高山 会有低谷 但是呢 我应许什么 我会看顾你们 会看顾你们 兄姐妹 你相信吗 我们2021年 是一个 会得地为业的一年 相信吗 阿们 2021年是一个 我们会征战得胜的一年 这是一个 有山有谷的 一个基要赐给我们 但是这个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付代价 我们要征战 有人会说 牧师 2020年 你很辛苦了 平顺就好 为什么要付代价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进入迦南地 是需要打仗的 但是留在埃及 是不需要打仗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在埃及的时候 是做别人的努力 对不对 你是被动地被操控 好 被鞭打 可能会被鞭 你不乖就被鞭打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会有一口饭吃 好 主要会上一口饭吃 你最多就是 哀声叹气 哎呀 日子过得不好 但是饿是饿不死你的 对不对 可是 当你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呢 那个地是谁的 那个产业是谁的 那是你的吗 不是 那是埃及人的 对不对 但是进入迦南地 就不一样了 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你要夺取神 给你的应许之地 这是你的 你在主动拿回来 属于你的东西 这时候你要做主人的话 你就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征战 你做努力的时候 不需要征战 因为那是主人的 但是当你要拿回 这些东西之后 你是一定要征战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假如说 神要把迦南地 一个应许之地 赐给以色列人的话 神是不是就 自己搞定 这些加南地的 这些仇敌 这些其他国家 就好了 神搞定之后 然后把这个加南地 双手奉上给以色列人 说 这是你的加南地 好像个圣诞礼物一样 说这个给你 不就好了吗 还有他们自己打仗 又打仗 你知道 他们打这个耶利哥城 打这个爱城 的功课完全不一样 很辛苦的 你知道吗 死了不少人 很多的学习 还担心受怕 这什么样的礼物 你知道 这根本不是什么 很好的礼物 你知道 就这边你知道 在一些国家公园 还有什么一些 hiking trail 一些那种 就是爬上的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那种告示牌说 不能够喂小动物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 那种告示牌 不能够喂松鼠 不能够喂鸭 不能够喂鱼 什么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 那种告示牌 你知道为什么 不能喂这些动物吗 我第一个 当然不知道 你喂它们吃什么东西 可能会毒死它们 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 你假如你喂养 就是我们叫 这个畜养 这些动物的话 它们会丧失 这个谋生的能力 野外谋生的能力 你知道 我们家的 比如我们家养狗的话 你知道你养狗 每天给它一些狗粮 对不对 你养什么动物 就给它一些粮食 这是你家的宠物 你可以这样养 但你去野生的时候 不是这样 你今天来 你明天就不来了 你今天随便喂一下 明天有人随便喂一下 结果到了冬天 或到了秋天 人比较少的时候 人不来的话怎么样 他们就不知道 怎么去觅食 他们会饿死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假如这些游客 没事去这样喂 这样喂的话 其实是害了他们 不是在帮助他们 你们对电影熟不熟 有个电影叫 Everton 你有没有听过 阿凡达 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是 这个全世界票房 第一名的电影 阿凡达 没听过 里面的男生叫 Sam Worthington 你有没有听过 也没有听过 我们是另外一代的人 你有听过吧 喂 你有听过 OK好 Sam Worthington 你知道他是 他是澳大利亚人 他在Australia 他在被采访的时候 他说 他 他以前 念书不怎么样 他在家里 也不太帮忙 也不太帮忙的 所以他18岁的时候 他们家是住在 Warnborough Perth 那是澳大利亚的 最西边 最西边 这是一个 澳大利亚大一个岛 最西边 他爸爸18岁之后 就把他载 载到从澳大利亚 最西边 最东边 就把他放下来 就说 你想办法自己回家 你要自己谋生回家 然后他就把他放下来 然后他爸就把车给开走了 他就站在那边说 我要想办法回家 结果他就 一路开始学习打工 然后慢慢就 慢慢就想办法回家 他就这样生存了下来 他说他在演阿凡达 那个男主角之前 他说他身上的钱 他的possession 剩不到两千块 他很想演戏 他想继续演戏 但是你知道很多演员 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他就说 他就想办法给谋生活下来 他就想办法去找工作 后来他就演了阿凡达 也演了Terminator的另外一部电影 他就出名了 但是他说 什么经历帮助他 能够在没有钱的时候 继续坚持下来呢 他说就是那个18岁的经历 他爸爸把他丢在路边 说你给我想办法回家 他说他那个之后 他学会了谋生的能力 他就发现说 其实呢 谋生没有那么可怕 你知道吗 他说原来生存是 有一个道理的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就是你不要跟老板顶嘴啦 你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他学会了生存之道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征战的经验是多么的宝贵 很多人很怕征战 我不要受苦 我讲你不受苦 你真的白白浪费掉 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你知道这个波斯湾的战争呢 他们的首选 都是那些打过越战的士兵 为什么 因为打过越战士兵的那些军人 是有做实战经验的 他们懂得生存之道 这是为什么 神一定要给以色列困难 这不是一个option 我想选择一个平坦的道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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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进迦南 就一定要去打仗 你知道 这个地方有山有谷 要锻炼你 好锻炼你 你知道 神假如把这个 迦南美帝双手奉上 给以色列的话 你知道 以色列他们就算拿到迦南美帝 拿到了他们也守不住 中文有句话说什么 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 因为他拿到了这么容易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争取 去打平 让这个地能够留下来 他们 假如都没有打仗的话 好 拿到这加拿美帝 我讲 仇敌一来 他们就被吓跑了 他马上就被打败 你知道 所以这些战役当中 能够磨练出一个 伟大的约书亚大军出来 里面有位迦勒 85岁了 还说我要西伯伦山 那个西伯伦的山 是最难打的 你知道吗 里面的仇敌又高大 城墙又高大 很难打 但我讲 迦勒已经打仗 打上瘾了 你知道 打仗是会上瘾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因为你会倚靠神说 哇 好有信心 我想这样的生活 你知道我在数算 今年恩典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 今年年初 办了一个经历审营会 现在想好像觉得 好遥远 你走 因为 我记得那时候 在这个 办经历审营会 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Jean 他是经历审营 我们负责人 比较算说 要收多少钱 这个报名费 我就说 我们就把报名费 给压低吧 然后呢 而且还要有一些 这个 很多人报名 可以一起来 好像买四送银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君说 可是我们这样的话 不是一定赔钱吗 我说对呀 我们这样一开始 报名一定赔钱 他说这样可以交代吗 我说 以后一定会赚钱的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以后 我就说以后一定会赚钱 你知道 我就知道说 只要有人来 然后只要这盈会 办他还可以的话 一定会 一定会赚钱的 后来我们这个 盈会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是 靠报名费 赔了两千 三千我忘了 那后来 真的是盈会办完之后 说了很多奉献 好像是 到赚六千 七千 我忘记了 我想 那个盈会办完 我希望 进得信心大增 希望进行大增 我怎么知道 这样做 你们知道吗 我死定都这样做的 没什么都这样做 你知道 以前我们在 这个国际祷告店 凭信心生活 什么叫凭信心生活 没有薪水 没有保险 可是你要怎么样 生活呢 你在祷告店里 你不是说 每天那边读经祷告 就有人给你钱 不会的 你要想办法办特会 为什么 你办特会的话 你会让别人知道 这个华尔士公司 不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 要办特会 要请大奖员 我想大奖员来 因为 别人甘愿从世界各地 飞来这个 什么都没有的坑沙斯市 来参参这个特会 可是特会是什么 你怎么办呢 没有钱 就把他变出来 所以每一次 我跟你讲 每一次我们的办特会 都是拿没有的东西 去扎 就是比如说 我们先垫点钱 或者说请些奖来 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祷告说 主啊 你要有人来报名 要报名 然后他们愿意 花一大笔的机票钱 然后付在这里 然后报名都很便宜 我们办法 直接就是 赔到不得了 anyway 我们一定赔的 赔到我们 可能想起来都没有学费 你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每一次我们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祷告 必须迫弃祷告 你不祷告 哪会有神迹 所以比如说 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办这些特会的时候 我跟你讲 特会办前面 下午两点 特会开始 我们早上的时候 讲义印不出来 名牌没有 场地讲员出问题 因为我们都用 最便宜的方法做了 所以都很容易出问题 然后我们都说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讲 两点钟一到 人来了 我们的敬拜一开始 哇 神的同在就下来了 神的同在下来之后 哇 讲员的信息 一片又一片的 生命的信息 然后我们的先知 我想我们的先知 预言团队多厉害 他们一发预言 每个人就说 哇 哇 你怎么知道 我的心事啊 什么什么你知道 那个 后来我们都不用担心 奉献 那什么 什么讲义啊 场地 都是小 都是小事情 为什么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 当你一次又一次 这样子去赔钱开特会 然后迫去祷告 然后当你一次又一次 这样子的去做的时候 就看到神的作为 好 就发现 这个是一个常态 你是说Norm 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祷告 一直哭 然后神就会做的时候 就发现说 神是真的 神是信实的 他从来不会目视 这样的话 你就会对神越来越有信心 就觉得你 你有没有在财务上 经历过神迹 就说 你本来没有的 不可能的 在理想上 觉得过不去 不可能的 但是三号 你祷告之后 经历了突破 好 你有没有经历 这样的神迹 你知道没有的话 我就想你很可惜 为什么 你失去掉很多 很棒的机会 基督徒不能求安逸 真的不能求安逸 为什么你求安逸的话 就没有信心 因为很软弱的 因为很软弱 一定要说 主要你帮助 我要进到应许之地 得地为业 你不进入应许之地的话 你需要信心干嘛 你的银行存款 就搞定了 对不对 你的自己的产通搞定了 你就不需要神了 你不需要神 你不需要信心 对不对 就做了很多的属灵征战 但是我想 当你开始进入迦南地之后 开始征战之后 你就发现说 我们的神真的很厉害 祂真的很棒 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时候你的生命 就会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几年前 教育我们的孩子也是 他们都说没有学费 我们都说你祷告啊 祷告看神会给我们奉献 他们想念那个 基督就是那个 祷告念同工办的一个学校 一个私立学校 我们说我们没有学费 你们祷告 祷告之后呢 奉献就来了 你说你看 祷告神就把分给我们 所以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信心是可以 这个神的供应是真的 来骗他们的信心 不但他们现在 可能都忘光了吧 我也不晓了 可是你知道 弟兄姐妹 我要说什么 信心是要有经验的 你需要给你自己机会 来经历神的信实 跟信心真的 不然真的都不需要神 你每天都算得好好的 不需要信心 不需要神嘛 那银行都 银行传统搞定了 真的不需要神 这样的话 我觉得很肯定是 没有见识过我们神的伟大 见识过我们神的厉害 我觉得这个 其实办特惠 买房子 或是我们以后建堂 都是小事情 真的 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会过去的 你知道我们 二十三十年后 我们这些怎么退 都会过去的 重点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重点是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人的信心 我们要成为 约书亚的大军 你知道吗 你想像 林宗 林宗 他一个人是 大有信心的一个林宗 你想磅礴 卫平 敬 大家都大有信心 一个人可以办十厂 二厂客会 都没问题 我们办了十年 七八年 都没有问题 你知道吗 那我们之后 你说你要建堂 你一个人就会 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你大有信心 大家都能够 跟着你走 你知道 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 人啊 才是神的产业 你知道 那些建筑物 其实我们 我们要向神求 但是那个不要以为 那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目标是 这群人的信心 我们来看 诗篇八十三篇 第十二节 诗篇八十三篇 第十二节 他们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再来读一次 他们说 他们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这里的他们 是神的仇定 去读书亚的三篇的话 是神的仇定 神的仇定要怎么样 神的仇定要什么 他得着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那我们是圣灵的店 我们就是神的住处 对不对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神 要我们得地为业 同样的仇定 撒旦 要得着我们为业 你知道吗 神要得着一个居所 一个他荣耀的居所 他的荣耀要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大有信心 同样的仇定要得着我们 为居所 事物里面充满了淫乱 充满了残暴 充满了胆小害怕 充满了自私软弱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起来争战 我们这群人 就是神的产业 我们要为神得产业 那我们要成为神的产业 那仇定会想法怎么样 促养我们 给我们吃 你懂 惧怕 胆小了 恐惧了 来消化我们 争战的力量 我们不要选择说 你今天要是被仇敌 像小动物一样 处养 还是要 还是要说 主啊 我要进入我的 迦南美地里面 我来争战 为业 那 那个有人会说 哎呀 为什么神不把仇敌 马上捆绑了就好了 还这么麻烦 你知道吗 看我还要 这个跟撒旦 还要这样每天那边 做属灵争战 不是很辛苦吗 这是同样 不能喂鱼 不能喂松鼠的道理 因为我们的属灵肌肉 还很小 我们其实还很 还很幼嫩的 你知道吗 那这些属灵的真正 会使我们强大 它会使我们强壮 而且神会眷顾我们 我们怕什么 神会眷顾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 因为打仗 越来越强大 成为这个 约束了的大军 对不起 我跟你讲 除非你不跟随耶稣 你躲在后面 因为你可以躲得了 你躲在后面 我讲 你除非你不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是一定要征战的 一定要征战的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说我们要警醒 保罗说我们要穿戴 神的全副军装 你不打仗的话 不需要警醒 也不需要军装 你知道 也不需要神的眷顾 那讲实话 对不对 所以2021年的重点 我要讲重点问题 不是说 2021年有多么的平顺 2021年有重点问题是什么 2021年有重点问题是说 主啊 这一年我要经历你多少 我来认识你多少 是的 会有高高低低 会有我们觉得说 主啊 怎么这么难的时候 但是主他一起说什么 他说 我必眷顾 会有高声 会有低声 但是我必眷顾 小弟姐妹 我觉得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公义 活出神的荣耀 活出神儿子应有的样式 但是我们必须起来追求 神很多的一些 很棒的一些兵器 只有一些懂得神的权柄 跟知道怎么运用的人 才能够得胜 我相信现在两军在交战 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 都在交战 但是呢 只有那些倚靠神的勇敢的战士 可以脱颖而出 他们是可以胜出的 所以让我们2020年来做个祷告 要活出神的形象 第三点 讲到这个 岁守年终的追求 他说 你们要过去得 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守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这边三次提到那地 那地 那地指的是什么地 就这个地理上来说呢 是这个 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迦南地 因为摩西 这时候拿 埃及跟迦南地 做比较 这个埃及呢 是一个 沙漠 是很平坦的一个沙漠 山不高 谷不深 但是呢 这个江南美地呢 是一个有高山 有低谷的 它这个 江南地有一个超越 有超越三千多米的高山 有低于 这个海 这个海平下面 三百多米的低谷 那么埃及没有雨 成土飞扬 全部靠尼罗河来灌溉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江南地的北部呢 那边有高山 所以雨水会 积在那里 然后他们会 灌溉整个 这个江南美地 所以神称为这地方为牛奶 与蜜之地 是神赐给他百姓 这些地方 那从个人角度来看 那地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你的心 这个是你的心 你要 你要得 again 我说神在乎的不是一些 就是一些program 一些节目 我觉得 就因为你知道 我们把program做得好 真的是很棒 可是那个program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你这个人 能够被兴起 假如我们最后没有被兴起的话 你知道我们做这好的program 也没有用 为什么 program都过去了 人还是一样软弱 人还是一样 就是那没有用 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 要被兴起 所以2021年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说 你要得到的是什么 你的产业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的产业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刚才第一点 讲到说 我们岁所年中的这个审视 来犯行我们的罪 改良我们的坏习惯 那是一个消极的一个 一个一面 我们要除掉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我你说 你要进入到什么地方里面去 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应许之地吗 我们很多人 都是在不知不觉中 度过我们的一生 2020年 终于熬过来了 什么熬过来 这年多么宝 为什么会熬过来呢 我们就想说 2021年的目标 可能就是不要被lay off就好了 希望公司继续营运 因为现在农公司很危险 或者说2021年 不要得病就好了 无病无灾最好 所以我们这样会不知不觉的 一年又一年的度过去 就没有一个目的 没有一个产业 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那有些人 他们绝对他们知道 他们绝对他们知道 自己的目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努力 结果到后来呢 因为这个目标没有达成 他们就很失望 他们就想不开 像今年我不知道 大家三月知不知道 有一位德国的 黑森州的财务长 他就自杀 为什么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他觉得 有人猜测了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可能觉得没有希望了 他就绝望就自杀 那前几几天 这个临终讲到 有提到 这个Zappos 之前的总裁 华人 华人的总裁 Tony Shea 他家里遭遇火灾 就会死亡 那其实他们说 遭遇火灾之前 他们就说 他已经几个月 就长期在服用 这个药物跟酒精 他已经其实 very depressed 至于他们觉得 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他们最后都很绝望 他们很失望 他们就放弃了 那很多的信徒 基督徒 也很可惜 红红饿饿 也不知道 自己在干嘛 你知道 所以我想问你说 你2021年 你想得着什么 你想得着什么 大胆来跟神要 说主啊 我要12345 你就跟神来要 你说要没有得到 怎么办 没关系嘛 你就一心要了 这样你说 对不对 起来寻求神 主啊 我的产业是什么 我的属灵产业是什么 我的人生标杆是什么 你知道 你的这个标杆 跟我的标杆是不一样的 你的产业和产业是不一样 所以我没办法听你说 你的是什么 你知道 你必须自己起来寻求 来打你自己的仗 我没有办法听你打 我说我鼓励大家 这个礼拜 你可以花点时间 去读生命基地11章 我刚才是读了几节 可以读整个11章 里面有说到很多得利 伟业的一些事情 那反正这礼拜也 新年也去不了哪里 就在读生命基地11章 他这边讲说 要常遵守神的 吩咐利率典章 所以因为我们爱主的人 在约翰福音14章有说到 14章15章 就是我们一定会遵守神的命令 再来第二点 他说到遵守神的话 就要胆量前进得地 我们有力量来得地为业 不是因为我们的financial ability 或是我们的人才怎么样 而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话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你是需要有胆量的 有胆量就可以得地为业 那胆量从哪来的吗 就是从相信神的话来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留心听话 尽力的侍奉 就是说要对主的话 听得清楚 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 然后尽力的做他所吩咐的 然后第四 将主的话存在心里 就是你不是只是读过去 你要把它背下来 随时可以遵行 背诵圣经 谈论圣经 使我们可以实行圣经 这样的生活就是 遵行神旨意的 所以前面四点 我们看到说 神的话 是首先的 我们必须读神的话 留心神的话 尽力侍奉 最后胆量往前请 所以我要鼓励中姐妹 你一定要养成好的 一个灵修习惯 我不管我们的产业总不一样 你一定要能够读神的话 我也鼓励你参加导读小组 彼此鼓励 那另外我觉得 参加这个成人主义学 是非常的好 有林中鸿门 有刘牧师的教导 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多好 你知道牧师我现在也是 我没有叫你们读 我自己没读 我自己也在读 我在读 一个神学院的 一个教目科博士班的课程 也不是我想读的 因为今年跟这个 生命和的严牧师 好像也严牧师了 在谈的时候 他说你要教书的话呢 至少要有一个 教目科博士的学位 或是至少在上课也可以 我只想说好吧 我才不想去上 那我就去上嘛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月开始啊 我今年一月开始 就眼睛会不舒服 看东西会觉得 有头晕啊什么的 你知道吗 就发现我有点 这个 这种vertical 你知道就是 会晕眩 原来是老花眼的问题 我本来还期待说 我可以回台湾 把眼睛这个弄一下 结果现在没有办法 那我就 我就开始上课 那最近在教 十几篇的读书报告要写 一月要 一月中要DUE 你知道 所以我在改读书报告 然后读1500页的书 反正那只是课前的功课 还有课后的功课 我说这课怎么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 怎么这个书上的字 怎么那么小 你知道吗 我就越看越头痛 你知道 我就说 哎呀 这些 这不把书上字放大一点吗 像那个 掉了没放放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看了我眼睛 越看越小 我眼睛本来就很小了 开始看了越看越小 我说这样我的书还能念完吗 我祷告 神就说 哎呀 就继续念吧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会 很想混你知道吗 就说 哎呀没事 就去看看风景嘛 看看花 看看 圣诞节的灯啊 干嘛的你知道 不用那么拼你知道吗 但神感动我说 上课不是为了学位 也不一定是为了教书了 是为了自己我的学习 你知道 要吸收更多的东西 然后能够进步嘛 不然牧师不进步 大家听到道 都是几百天的道 当然牧师要进步 所以我还是得念 但是念不念完 我也不晓得 我就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真的是多上课 多学习 有些人情况比我糟 看书更是辛苦 不用担心 我们依靠神 念一页就是一页 念一天就是一天 没问题的 但是那些 眼睛很好的人 我觉得你们就没有什么 这个理由的话 要多充实自己 真的 传道书说虚空啊虚空 然后他说什么 所以你要趁着年幼的时候 衰败的日子 上面来到之前怎么样 赶快的来纪念 赵人的主 所以赶快学习 好 那神明记第十一章 接下来说什么 第五到第八点 他说当我们这样留意 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呢 勇敢前行 前例侍奉 第五点 他说可以亲眼看见神所做的大事 所以遵守神的话呢 就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经 可以中年经历神的眷顾 可以保足有力量 可以得地 叫仇敌 进退 阿们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读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 假如你还没有一个好的 读经习惯的话 弟兄姐妹我建议真的要开始一个 好的灵修的习惯 这个生命记三章 二十五节里面说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平常不灵修 不花时间来操练一下 鼠牛的肌肉 打仗的时候怎么可能 举起兵器来呢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想说 我要为主得地为业 可是你平常都不灵修 不可能嘛 你不能说 我要健康的身体 我要锻炼身体 可是每天吃垃圾 然后就不运动 那边看电视 这边喊口话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得地为业的话 一定要怎么样 从读经祷告 明白神的心意开始 你不能说 牧师我要经历 神在财务上的突破 我要经历这个 可是你从来不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寻求神 不然这个基因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一定要读经祷告 第二个 我鼓励你 就是参加我们教会的 21天的祭祀祷告会 这个连锁禁食 不是祷告会 连锁禁食 从1月1号开始 到1月21号 我知道有人听到禁食 就吓破了胆 中国人不能不吃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宣教就知道说 我们带华人的丢姐妹出去 他们可以睡地上 旁边有蟑螂 老鼠 It's OK 然后10个女孩子 用一间厕所洗澡 要必须很快 It's OK 但是不能不吃中国食物 一定要吃中国食物 你知道 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因为 所以我知道 中国人对食物是很灾的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其实对禁食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其实你知道 你对禁食有经验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禁食那么可怕 我刚刚介绍 禁食其实有五类的 禁止食物的禁食 第一个是一般性禁食 就是说不吃食物 只喝水 或是喝不含热量的饮料 第二个讲到液体禁食 就是只吃不吃固体的食物 只喝流脂 或是像果汁这些东西 第三个讲到部分禁食 或是我们叫淡淡淡淡食 就是不吃美食 不吃肉 不吃海鲜 只吃饭跟蔬菜 淡淡淡淡食 第四个是犹太禁食 就是一天只吃一餐 通常都吃晚餐 就是傍晚那一餐吃的 可是中午跟早上 不是不吃的 那第五个叫做绝对禁食 那是以尸体禁食 不但不吃 而且不喝水 那这个呢 我们介意说 采动禁食 要绝对要小心 要需要遮盖 那我会介意 弟兄姐妹 做第三跟第四个 做部分禁食 淡淡禁食 跟犹太禁食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不希望弟兄姐妹 就是 你只要对禁食不熟 或说你不太熟悉禁食 你禁了太多 身体有些反应 哎呀 我是不是中招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做 部分禁食 就是说你还是吃 但是不要吃美食 那然后 然后就是 或是做犹太禁食 一天只禁食两餐 一餐到两餐 那 在这个食物上禁食的程度呢 取决于你身体上的 需要跟能力 我建议孕妇 绝对不要禁食 孕妇绝对不要禁食 然后你身体不适的 就是你身体不舒服 生病了 感冒了 也绝对不要禁食 然后你 你假如 这个有过一些 饮食不正常的习惯 比如说你有这个 什么 结石 有什么 厌食症 或什么的话 也绝对不要禁食 那 你假如有过癌症 或者有一些病症的话 也不要禁食 那 有些情况是我们 我们说 你知道你身体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 征求这个医生的同意 否则绝对不要禁食 禁食 禁食食物 但是我们说 你想说 牧师我不想禁食 但是到那一天 我身体不舒服怎么办 没关系 你照样可以甜 为什么 我们建议你在现代的时候 以前 那个时候 食物是他们可以说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需要跟娱乐 那现在呢 我觉得 我们建议说很多人 人家不懂得 怎么样禁止食物的话呢 或觉得食物对身 有这些损坏的话呢 你禁止电子用品 电视 电影 不是电视 手机 网络 Game 就是说 任何的一些娱乐 禁止娱乐 好 娱乐 那 那 就是 用这些来代替食物 就是说 比如说我早上 我中午那一餐 比如说早上 比如说早上八点 到下午两点 好像是早餐 那一餐 我都不上网 不用电话 你说有人 Tax我怎么办 你知道 你六个小时 不用不回Tax 没有关系的 It's OK It's OK 然后呢 或是你会说 那我就从下午两点 好 进到晚上八点 或是我从下午六点 进到晚上十二点 我不用手机 不用任何电子用品 很多人现在 不用手机 不用电子用品 比你禁止还要 觉得还可怕 就是说 不吃饭还可以 不用电子用品 你是要了我的命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你可以祷告 就是什么对来说 更易更重大 或是你就禁 你就禁那个 好 那 进食的话 就是你禁止食物的话 我鼓励你说 你就是拿十五分钟的时间 你就是通常一个人吃饭 十五分钟 拿那个餐点的时间 你拿来祷告 好 你在进 那个电子用品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拿十五分钟出来 祷告 为自己祷告 好 为自己的 主啊 我的产业是什么 好 2021年要得到什么 来告诉我 为你的家庭祷告 为你的婚姻祷告 对 我们明年要开始这个 这个婚姻家庭施工 好 为你的婚姻来祷告 好 为你的小组来祷告 好 为你的教会来 为教会来祷告 好 为美国 为新加图 为中国来祷告 为疫情来祷告 我建议加入我们的 这个祷告团队 LINE的群组 会发出这个祷告事项 出来 会有祷告的经文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出去玩的话 对不对 我们出去玩的话 你一定会计划住哪家旅馆 是坐飞机 是开车 人买飞机 还要看这个机票钱 哪个片 对不对 你会 稿好时间什么 那你知道 你这一年 2021年 只要你花15分钟 来祷告吧 主啊 我要做什么 来稍微计划一下 寻求一下 对不对 那马太福音17章那边说 21节 他们说 那个耶稣说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祷告禁食 他就不出来 若不祷告禁食 他就不出来 所以禁食祷告是有力量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突破 我们突破不了 我就是起不来 我就是慢慢不发脾气 我跟你讲 接着禁食祷告 那个力量的功效 是可以帮你胜过的 一些你胜不过的事情 所以 弟兄姐妹 切得禁食祷告 来开始这一年 我相信会有一个 很大的果效 我要提醒 就是说 禁食的时候 一定要祷告 你假如禁食 不祷告的话 那就是节食 那就是在减肥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 好 像我刚讲的 你现在在疫情当中 你不要没事 结食减肥 等一下你身体出了状况 不是开玩笑的 好 again 不能禁食的话 禁电子用品 真的 在这个 在这个现代这个时候 这个禁止用品啊 就是一个人的 这个命一样 知道 这个其实禁食本身 他的发现就是 fasting 就是fasting lifestyle 你可以fast很多的东西 有人禁言语 有人禁娱乐 有人禁很多 就是你知道 这是不重要 不需要 但是呢你平常会霸装 你身体的东西 你把给禁掉 然后来祷告 好 所以 鼓励大家好 四方面可以去那边寻求 第一个 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 No.1 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 第二个 这一年呢 从禁食开始 2021年从禁食开始 好 第三个 好 第三个 你每个月呢 至少要找一个人 或是一家人 好 来分享主的爱 好 你可以跟他传福音 或是关怀 你知道 一个人 大事 一个人一生指尖大事 一个是生孩子 感谢总 丽萍 这礼拜生了 搬家 这里拜那个谁要搬家 有没有搬家 大家生病 知道那个 叫什么妈妈 对不起 我已经忘记 呃 哈 成妈妈 对不对 生病 然后反正 我讲 婚伤喜庆 就是这么几件事 人生就这么几件大事 在疫情当中 你去关心他的 你去帮他搬家 大家带口罩 你去医院 就是 看家要不要 就是 去关火一下 你送点那个 那个miltrain 开始一个miltrain 帮他送点食物 我跟你讲 那叫做患难见真情 你知道吗 他会感动得不得了 他不会记得 牧师讲道 讲了什么 他会记得你 帮他送饭 他会记得你来看他 他会记一辈子 你还帮他搬家 他会记一辈子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 你可以祷告每个月 至少来帮一个人 关怀一个人 第四 今年呢 改掉一个坏习惯 你知道的坏习惯是什么 我不想去猜 改掉一个坏习惯 主啊 帮助我 不要发脾气 至少早上不要发脾气 something I don't know 改掉一个坏习惯 你知道 你可以去祷告说 主啊 到底我要 得到什么 然后求主帮助我们 要得地为业 从知道他的心意开始 Amen 好 我们请敬拜团 来听众俊来准备一下 我相信 我有一个感动 就是说 我相信我们 神要建造我们教会 在2021年 神要建造我们成为一个 祷告的教会 神要建造我们成为一个 有信心的教会 神要带领我们走出去 但这一切呢 需要从祷告寻求开始 就是要帮助我们 真的是 成为一个有信心的 约束亚大军 这需要花代价的 真的 这需要花代价 但是我相信 神让我们当中 已经开始做了 他会完成他的善功 Amen Hallelujah 大声敬拜 大声敬拜 却心无憾 全能地生愿你降临 只爱双手 大能防备 直到如今人心神经 你也梦必堪护着地 全顾你的耳里 你必找所应许的拯救 你也梦必堪护着地 聆听我们声音 祷告盼望 荣耀复兴降临 Hallelujah 敬拜声音 敬拜声音 充满全力 全能与双手荣耀归宁 专心敬拜祭 你的话语 世世代代都不偏离 你也梦必堪护着地 全顾你的耳里 你必找所应许的拯救 你也梦必堪护着地 聆听我们声音 祷告盼望 荣耀复兴降临 是我们的宝足 是我们的宝足 心中没有满意 你必要自负着地 尊心一致意 千佩会转向你 我们必要跟随你 是我们宝足 是我们的宝足 心中没有满意 你必要自负着地 尊心你的知语 千佩会转向你 我们必要跟随你 是我们的宝足 是我们的宝足 尊心一致意 你必要自负着地 尊心你的知语 千佩会转向你 我们必要跟随你 你也梦必堪护着地 坚固你的儿女 你必要自负着地 尊心你的知语 你也梦必堪护着地 你坚固你的儿女 你必要自负着地 领听我们身影 祷告盼望 荣耀父亲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主啊 你 你并眷顾我们 你并带领我们 主啊 你是到幕后的耶稣呀 出来带领我们得地为业 主啊 我们说 主啊 主啊与我们同在 主啊来带领我们 主啊更多更多来依靠你 主啊是的 这是一个欢呼的日子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2021年一定会有不同反响的 一定是一个不同反响的一年 来带领我们 庆祝这个新年 因为主啊 你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除旧不幸 离开埃及 进入迦南 来带领我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不好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对我们的母亲 你可以起来 然后你可以 带了一个信心 带了个盼望 相信 虽然还没有进到2021年 但是相信 2021年一定是 一个美好的一年 好不好 我们可以好像 你开始还庆祝一样 说2021年 是一个丰盛一年 阿们 书文宝足 哈利路亚 是我们的宝足 信求和有满意 你定义要赐福这里 尊许你的旨意 前辈会在向你 我们定义要跟随你 哈利路亚 是我们的宝足 信求和有满意 你定义要赐福这里 神经里的旨意 前辈会转向你 我们定义要跟随你 你也目的开阔着地 尊顾你的耳力 你必找所应许的拯救 你也目的开阔着地 聆听我的声音 祷告 盼望 荣耀 复兴降临 你也目的开阔着地 尊顾你的耳力 你必找所应许的拯救 你也目的开阔着地 聆听我们的声音 祷告 盼望 荣耀 复兴降临 祷告 盼望 荣耀 复兴降临 祷告 盼望 荣耀 复兴降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各位朋友们来宣告 2021年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一年 因为低下神的恩典 跟神的自由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感谢主 今天就会停在这边 耶稣祝福你